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尼苏达号正式驻扎在关岛 这一地里位置距离中国沿海仅2900公里 对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布局至关重要 关岛作为美军的战略前哨 连接着第一岛链防线 将成为迅速应对潜在危机的关键基地 此外 明尼苏达号的部署不仅强化了美军对中国海军崛起的应对能力 也为美军在台海及南海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随着中国海军的快速扩张及台海局势的紧张 这搜核潜艇的灵活性与隐秘性将成为美军威慑中国的关键 然而 中国并不会坐视不理 解放军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其核潜艇部队及反潜能力 并在南海加大军事存在 这一切预示着中美之间的军备竞赛将越演越烈 印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面临更大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针对中国用力到了何层次 美国在关岛增派核动力潜艇 华尔街电视特约记者报道 2024年11月 关岛迎来了第一艘部署于此的弗吉尼亚籍核动力快速攻击潜艇明尼苏达号 这一举动标志着美国在印太地区军事战略的重大调整 表明五角大楼在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时 进一步加强了其在西太平洋的力量投射能力 关岛核潜艇部署的背景与意义 一 战略前哨的意义 关岛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 距离中国东海岸约2900公里 相比夏威夷 其地理位置更接近中国大陆 能够迅速应对区域内可能发生的危机 军事价值 关岛是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前哨 是连接美军本土与第一岛链防御线的关键节点 历史升级 美国近年来持续加强对关岛军事设施的投入 2021年承诺11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新的海军陆战队基地和升级空军设施 二 核潜艇的重要性 明尼苏达号是弗吉尼亚籍核动力潜艇 是美国目前最先进的潜艇之一 设计用于执行广泛的任务 包括 反潜作战 有效威胁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潜艇部队 反水面舰战 压制解放军的舰艇编队 尤其是航母战斗群 情报侦察 在中国周边执行隐秘侦察任务 获取战略情报 明尼苏达号的部署是对关岛潜艇部队的重要补充 目前驻扎在关岛的其他潜艇为 上世纪90年代服役的洛杉矶级潜艇 为何此时加强部署 一 应对中国海军的崛起 中国海军实力迅速扩张 近年来 中国加速推进海军现代化 包括新型核动力潜艇 航母和驱逐舰的列装 增强了对印太地区的控制力 解放军核潜艇发展 据分析 中国近年来加强核潜艇研发 目标是增强其战略威慑和全球作战 能力 这引发了美国的高度警惕 反介入 区域拒止 威胁 A2AD 中国通过部署反舰导弹和潜艇 试图限制美军在第一岛链的活动自由 美国需要增强水下作战能力 应对这一威胁 二 台湾与南海局势的紧张 台湾问题 随着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事活动频率 和强度增加 美军可能通过部署潜艇 加强对台海的军事支持 南海争端 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行动 包括岛礁建设和巡航任务 使得美军将关岛作为应对南海危机的重要基地 三 核潜艇的灵活性与隐秘性 核潜艇能够长时间在水下执行任务 隐秘性强 能够迅速应对突发状况 美国将其视为威慑中国军事行动的关键因素 尤其是在台海或南海爆发冲突时 从对比可以看出美国核潜艇在数量隐蔽性和技术上占据优势 而中国近年来正加速追赶 美军为何选择弗吉尼亚籍潜艇 弗吉尼亚籍潜艇是美军目前最先进的核动力攻击潜艇 代表着未来水下作战的主要方向 多任务能力既能执行传统的反潜反舰任务 又能承担情报侦察和特种作战支持 先进隐身技术采用顶尖的降噪技术和隐形设计 能够深入敌方海域而不被发现 远程打击能力配备垂直发射系统VLS 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 对陆上目标实施远程精准打击 在关岛部署弗吉尼亚籍潜艇 表明美国希望在第一岛链范围内 保持高水平的战略威慑力 关岛在印太战略中的关键作用 一第一岛链与第二岛链的枢纽 关岛位于第一岛链与第二岛链之间 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重要战略节点 其地理位置可以覆盖台海、南海和东海 是美军投射力量的前线基地 二、新军事设施建设 关岛正在建设自1952年以来 首个海军陆战队基地 预计可容纳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 作为快速应对亚太地区突发事件的前沿力量 升级空军基地 增强美军的空中力量投射能力 三防御与进攻并重 关岛不仅是美军的投射基地 也是解放军导弹攻击的潜在目标 美国近年来增加了岛上防空系统的部署 例如萨德反导系统和爱国者导弹系统 中国的反应与应对 一、解放军的威慑反制 加强核潜艇部署 解放军可能进一步强化其核潜艇部队 尤其是加强094型核潜艇在南海的巡逻活动 提升反潜能力 解放军可能加速发展先进反潜武器和探测技术 以应对美军核潜艇的威胁 二、增加区域军事存在 加强在南海、东海的军事化布局 通过巡航和演习展示解放军的区域控制能力 继续推动不尘航母模式 在人工岛礁上部署更强的防御和打击力量 三外交与舆论反制 借助国际场合 指责美国在印太地区制造紧张 通过媒体和学术界 宣传解放军在区域内的正当防御立场 中美博弈升级 关岛核潜艇的部署预示着中美之间在印太地区的军备竞赛将继续升级 未来可能出现以下趋势 台海局势紧张 美军的部署可能被解读为对台湾的军事支持 进一步加剧两岸紧张局势 南海博弈加剧 美军的行动或促使解放军在南海采取更多强硬措施 扩大军事存在 区域国家家在中间 日本菲律宾等国可能在美中对抗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增加印太地区的复杂性 美国在关岛部署弗吉尼亚籍核潜艇的行动 展现了其在印太战略中优先应对中国的军事扩张 这不仅是一次军事部署 更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地缘政治博弈 随着中美双方的对抗愈演愈烈 印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面临更大的挑战 华尔街电视将持续关注事态发展 为您带来最新的深度报道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茗 hand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